朵朵的櫻花開在枝頭上 一株又一株的櫻花樹 陸續綻放 透露春天的氣息 攝影暗號者早就迫不及待 前來卡位取景 拍下最美一刻 花礦都很好 為什麼 這可能跟氣候有關 像去年我也是這樣的 前台灣跑 去年的狀況就不是 還好OK啊 今年比去年好 怎麼說去年怎麼樣 去年不好啊下雨啊 位在中正公園的天鵝洞 是休閒散播的好去處 但鮮少人知道 每到春天 這裡櫻花陸續開放 不只鳥類前來 連蜜蜂都來採蜜 過人前後 過人前跟後 這裡是季隆拍鳥最好的地方 而且又近 花狀況又好 都一直晃了 晃了 那個鳥都會來吃 而同樣在欺讀馬林的櫻木花道 全長三公里 沿路的櫻花悄悄開了 預計農曆春節期間 會達到高峰 將會吸引一波賞營人潮 不是比較晚 因為今年的氣候比較好 去年因為在過年的時候 有下雨 櫻花就是怕下雨 下雨就打落了 今年看今年的天氣很好 剛好很適合 各地櫻花香氣盛開 為了即將到來的春天報喜訊 民眾春節連假出遊不想塞車 不妨把握一年短暫的花期 前來賞花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不知道 下雨 下雨 五 下雨